所以说博物产你开招以前 或是你看到就马上给他打一次纷针 要他定时定量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有一个任何一个人觉得会痛 那痛都是我觉得是不合乎演戏 那另外我觉得也不要什么排气以后 我那么多年我一直在不管在妇科产科 看完刀以后就是可以吃的 不要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有排气的放屁的观念 这个已经是很漏漏了 实证医学是没有的 所以说但是你不要让病人痛 你让他头脑清醒 就算你给他NPO不给他 他身上那个胃啊 胆啊 胆啊 胰胀啊 照样会每天都会排出来一千五百到两千cc 只是你看不见而已 所以说你越早吃东西 他排气的越快 所以说产科的病人 看完刀以后 你也不要限制他于活动 第一天要想到让他下床 拔掉那个倒料管 让他吃东西 我自己的经验里面呢 里面我的病人大概都是当天就排气 不要再有接种 现在活在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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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呢应该是个无痛医院 不应该有病人痛 也不舒服 也不要有呕心呕吐 那个麻药产生的 通通都有我们所有做的 就是要预防 这些都不要发生 所以说你整个样子的 喂母奶才有一次 你不要让他痛 不要让他不舒服 你让他吃 第一天就起来 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了 没事了 所以我今天做了好几年之后 我觉得我的病人都非一常 所以说尤其这个 护理人 不要已经没有什么 也千万不要灌肠 也不要剃毛 这种都是不需要的 甚至现在的 连自然生产呢 也不要限制他这个 打点滴不准他吃 生小孩子 本来就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不应该有太多的有为干涉 我们不要用船头 什么观察的这种 极有坏处 一点好处都没有 谢谢 好 非常谢谢李主任的补充 因为其实我们在推清善措施的前面 第十一场措施就是在讲生产 生产清善 清善生产 所以实际上 刚刚李主任谈到这些措施 确实已经都是世界 就是世界区政组织还已经强调 我们应该这样子对待错误 那也就是我们很 我中了很幸福 就是一直都有 一直一直在告诉我们 其实应该要 应该采用采行更好的方法 让我们都自己在 待产的时候 在生产的时候 其实它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也才能够刚刚回到 就是真的 然后能够顺利的服务 如你所愿 可以感谢 非常的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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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생각이 才是 带来